大家好,在上一期里我们说到了李牧在宜安肥下大破环仪所率领的秦军以及韩非从入秦到入土的全过程 今天我们继续 秦王镇十五年,王大兴师伐赵,一军抵业,一军抵太原,娶郎闷,藩武,与李牧而还 李牧至于此时的赵国的重要性,我在上一期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这里就不再重复说一遍来随时评了 总之还是那句话,只要有李牧在秦国就别想大口的吞赵国的地儿,最多只能一点一点的蚕食 出,焉太子丹常治于赵,与王善,王即位,丹为治于秦,王不理焉 焉太子丹,焉王喜之子,少年时和嬴政一起在赵国做个人质 那么同是天涯沦络人,两人年纪又相仿,所以彼时他们之间的关系还算可以 可后来嬴政回国继承了王位,那吉丹他运气就差一点 他老子焉王喜,抄肠待机,所以吉丹后来又被送往了秦国继续做人质 吉丹本想以他和嬴政在少年时代是那种所谓的朋友关系 在秦国做个人质应该还不至于太难堪 可结果现实却是无比的残酷 嬴政这个家伙纯纯的屁股决定脑袋,丝毫不念及旧情 并没有对这位少年时代的玩伴赋予更多的礼遇 现实和理想的落差很大 这就搞得鸡丹很气,于是找了一个机会偷偷的跑回国去了 那读到这里,我忽然想多说几句 从这个事情就可以看出,为什么秦王政会被荆轲刺杀了 大秦到了他这代,这个安保工作可谓是江河日下 遥想当年嬴政的曾祖父,秦昭王迎姬那会儿 我秦国的人质你还想跑? 那个楚怀王楚考猎王孟长军平远军 哪一个不是鼎鼎大名,还不都得给我老实待着 不退层皮,谁也别养出寒谷官 现在小小的一个燕国太子,说跑就跑 这个安保系数,也难怪别人会动歪脑筋 来个什么荆轲刺刑,是吧 以上春日胡说八道,大家听个乐就行了 燕太子丹,跑就跑了,后面暂时也没下完了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年 秦王政十六年,寒县南洋帝,九月发足受地于寒 这个南洋就是河南的南洋市,没啥特别好说的 接下来,为人献地,献哪里没说 北方带地震,不展开了 秦王政十七年,内史圣灭韩,鲁韩王安 以其地至尹川郡 第一位出局的选手出现了 正是鸡贫鸡肉又不思变法的韩国 秦王政十四年,韩王安那帝孝席,请为翻城 十六年,韩县南洋帝 十七年,内史圣灭韩,鲁韩王安 可以看到,在韩国灭亡的最后几年里 韩王安是疯狂的想点投降的 只可惜在秦国眼中 你韩国连投降的资格都没有 那更加黑色幽默的是什么呢 秦国主持灭韩之战的这位总大将 在正史上居然连个全民都没能留下来 内史圣的内史,实际上是他的官职 单名一个圣子 实际秦始皇本记里也写作内史腾 而且内史圣实际上这会儿也不是内史 内史是一个很纯粹的文官职务 他的主要职能是集中在行政和财务方面 一般来说是不会带兵打仗的 而内史圣当上内史是秦王正26年的事情 要9年以后了 这会儿的内史圣是南洋甲守 甲守者非正式任命的地方长官之一 也就是说现在的内史圣实际上 就是一名秦国将军兼职代理了南洋市市长 而对于亡国之军韩王安 嬴政倒是没有善杀而是先圈禁了起来 一方面做给其他五国看 亡国的下场也不一定就是丢了性命嘛 另外一方面也是不太看得起韩国 认为韩国残存的力量也掀不起什么风浪 韩安留着无防 实际上之后 无论是史记还是自治通鉴 都没有了有关韩王安的记载 但根据1975年出土于湖北云梦的情节 编年记的相关记载 韩王安死于嬴政21年 也就是说是四年以后 巧合的是 如果我们结合史记秦始皇本记来看的话 在嬴政21年时 韩国旧都新政发生过一场叛乱 所以一种猜测 就是因为四年后的新政的叛乱 让嬴政觉得韩王安不能继续留着了 所以在21年时将韩王安杀死 而且其实有关于软禁韩王安的地点 我们通过编年记和史记的两下对比 也能推测出一二 编年记里说 韩王死 昌平君据其楚 昌平君就是雄旗 楚国公子 为之于秦 在烙矮之乱时帮助嬴政平定过内乱 韩王安死后 昌平君就搬进了 韩王安生前所待的地方 实际秦史皇本纪说 21年昌平君喜于银 所以我们因此可以推测出 韩王安之前就是被软禁在影地 但是实际上 银其实又不完全是地名 因为我们都知道 只要是当过楚国国度的地方 它都可以叫做银 不过我们又可以从史皇本纪23年中的记载 明确的得知昌平君所在的影是陈颖 及河南周口华阳区 几个线索最终串联起来 我们可以合理的进行推测了 那就是韩王安在韩国灭亡以后 被秦人软禁在了楚国故都陈颖这里 长达四年之久 四年后 死去的韩国突然攻击我 心正反 宁正于是借此机会将软禁中的韩王安给除掉 然后安排了昌平君雄旗 住进了凶宅 又两年后 银正23年 雄旗逃离成瘾为项烟 拥立为楚王 再一年后 银正24年 雄旗与项烟双双训国 推测完毕 故事结束 哎呀 那仅仅一句话的猿武 被我强行拓展了一堆 也不知道大家嫌不嫌我啰嗦 好了 不说了 继续往下看 这几年后面的事就不展开了 银正的养祖母 请孝王的老婆 皇阳太后轰 赵国发生了饥荒 这是乌漏偏逢连夜雨了 又是地震 又是饥荒 又是大军压尽的 大王还不太当人 气数将尽呢 魏元君轰 子魏军角力 魏国末代君主上线 那实际上呢 有关于魏军角 是何时继位的 是有一些争议的 我在第31期 11分钟的时候 说过这个问题 有兴趣的大家 可以去找一下 这里不再赘述 秦王阵18年 王简将上帝兵下进行 端河将河内兵共发赵 王简所部从陕北出发 进攻石家庄西边的井行县 阳端河所部由河内 也就是玉北出发 与王简河兵一处 共击赵国 赵李牧司马上御职 然后呢 然后啊 当然是秦不能下了 李牧的存在啊 对于秦国来说 始终是一个巨大的麻烦 那既然啊 在战场上 秦国人无法干掉他 那就得用点特殊手段 让李牧消失了 秦人多于赵王必成 郭开金石毁 木吉尚 言其欲凡 毕成郭开啊 他就是啊 早年在秦道相王时代 设计陷害过 名将连坡 使连坡啊 不能归赵 最后英雄无用武之地 老死在楚国的那位 赵国重臣 这回郭开呢 是梅开二度 重操就业 凭借着一己之力 坑害了赵国两位名将 还捎带手 干掉了李牧的副将 司马上 来了不 这一通操作啊 做到了大清 那么多年那么多名将 想做却又做不到的事情 可谓战国第一杀神了 但既然啊 我们要说历史啊 那还是要严谨一些嘛 实际上呢 李牧也不一定是 郭开干掉的 或者说 不是郭开一个人干掉的 比方讲 刘相编的战国册里啊 就说 有一个叫韩仓的人 陷害了李牧 又比方说 还是那个刘相啊 他编的《猎女传》里说 是赵王谦的那个 维昌的母亲 伙同他的肩夫 一起做掉了李牧 我知道啊 大家肯定要问我 肩夫到底是谁 所以呢 我也不卖关子了 这个肩夫啊 就是赵王谦的亲叔叔 赵太后的小叔子 春平君 总之啊 就是说 各种五花八门 什么样的说法都有 郭开呢 也有可能啊 只是背国家而已 怎么说呢 不管是谁 陷害了李牧啊 都只是一方面而已 那最终啊 还是得看 国军自己的发挥如何了 那幽谬王 赵王谦本人呢 果然也是不负众望 你敢骗我啊 我就敢上当啊 非常的不讲道理 赵王是赵聪 及骑将 严拒待之 李牧不受命 赵人 捕而杀之 费司马上 赵武安军 李牧下线 所以说啊 武安这个封号啊 大概是有毒 两位武安军 最终都没能死在战场上 和敌人手里 而是啊 被自己的老板给干掉了 真是可悲可叹 在宋默大儒 胡三行所批诸的 自治通鉴中 后人也无不遗憾于赵王谦啊 这种自毁常臣的做法 胡柱曰 赵之所适者 为李牧尔 而处杀之 以速其亡 过完年后 秦王镇 十九年 王谦 秦赵军 大破之杀赵聪 严巨王 遂可邯郸 鲁赵王谦 赵国 灭亡 哎 赵聪赵聪啊 说真的啊 不知道是哪根聪 他是谁家的公子 官君何位啊 这些都已经不可考了 因为啊 说实话也已经不重要了 毕竟皮之不存 毛将淹富 作为工具人呢 他啊 仅仅是为了突出李牧的重要性 这个总大将啊 还真是没了李牧啊 他就不行 好端端的一个国家 哎呀 啪 赵国都没了 你还能往哪跑呢 啊 所以最终和赵王谦 一起在邯郸城内 被秦军抓获 此后失去记载 至于说赵王谦 那韩王安这个时候还没死呢 他赵王谦也没有理由就非得死嘛 那老样子 近身出户 发配远方 然后圈禁起来 赵谦呢 发配到了哪里呢 根据淮南子的说法 是发配到了房陵 经湖北石砚的房线 那这地儿啊 可是正儿八经的深山老陵了啊 房陵地属 大巴山脉的东段啊 传说有野人出没的神农家啊 就在房线的边上 这南面不远的地方啊 那韩安呢 好歹还算是在城市里面生活 赵谦呢 这是直接引入山林了啊 毕竟一方面赵国还是比韩国强大许多的啊 另一方面赵国虽亡 但仍有残步在进行抵抗啊 这后面会说到 所以啊 只能苦一苦赵谦殿下了是吧 那至少啊 我们要往好处想嘛 人没给你弄死 而且啊 吃野味也方便多了是吧 啊 好了 不开玩笑 王如邯丹 故于母家有仇怨者 皆杀之 还从太原上郡归 那老素敌啊 赵国是终于崩了 嬴政很是高兴 于是呢 决定到邯丹啊 来个春游 嬴政以胜利者的姿态 故地重游啊 更不要提身份上啊 早已是今非昔比了 所以心情啊 肯定是很不一样的 祖龙心中 想必是感慨万千啊 那我秦王一高兴要干嘛呢 当然是先来杀几个仇架 住住心了 由头呢 是说为母亲 召集的娘家人报仇 正所谓 太后虐我千百遍 我为太后杀仇怨 属实是大秦第一孝子了 那么在邯丹神龙摆尾了一段时间后啊 嬴政也算是得瑟够了 于是起驾回宫 走陆路经由太原抵达上郡啊 这些呢 可都是赵国故地啊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嬴政对于赵国啊 是真的有特别的感情在里面的啊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 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啊 真正意义上的 请赵一家人了啊 总之呢 嬴政啊 在这些地方考察一番后 最终往南 返回了咸阳 回到咸阳以后 也许是嬴政亲自把在邯丹的光荣世纪啊 告诉了赵姬 所以呢 赵姬非常欣慰 大仇得报 死也瞑目了 于是啊 就原地去世了 太后轰 赵国灭亡后 王简屯中山以灵烟 那中山就是中山国的故地 石家庄灵寿这里 赵公子家率其宗 数百人奔代 自立为代王 赵谦的哥哥 赵道相王的长子赵家 率领赵国残部 王北逃亡至代 就是前两年刚地震的那个地方 自立为代王 以继续抗秦 那为什么不自立为赵王呢 是因为正正的赵王 赵谦他还没死呢 赵家又怎么能自称为赵王呢 这也是赵阵为什么要留赵天一命的其中一个理由 但赵家这个代王是事实上赵国最后的抵抗力量 而且平时祭祀的也都是赵国的历代先君 所以代王赵家才是赵国事实上的末代君主 赵之王大夫稍稍归之乃与燕和兵军上谷 燕赵两家在战国的末期其实互撕的很厉害 但这个时候燕王喜总算是反应过来了 愿意和赵国残存的力量合作一起对抗秦国 只可惜现在再说合作抗秦是不是太晚了一点呢 燕代联军和兵一处 屯兵于上谷 河北张家口淮来县附近以共同对抗秦国 是年楚游王熊汉红 国人立其地赫 熊赫又名熊游 是楚游王的童母帝 视为楚哀王 楚哀王在位两月有余 选及被杀害 赫树兄复雏杀之自立 准确的说应该是复雏的门客杀了楚哀王 参见实际楚世家 楚国法力上的末代君王上线 与此同时 魏锦敏王魏曾鸿子魏王贾力 末代魏王上线 好了 多世之秋的秦王镇十九年 依旧没有结束 后面的故事又回到了秦文一开始 提到的燕太子鸡丹的身上 没错 后面即是著名的刺杀故事 荆轲刺秦之计划篇 且说太子丹从秦国回到燕国后 心里面更加憎恨淫正了 就整天琢磨着如何报仇 于是就找到了他的老师 太父 举武求教 举武请 西约三进 南连其楚 北购匈奴 以徒刑 总之就是大战略上 怎样百合纵横的那套 在一顿指点江山过后 太子丹表示 非常的不耐烦 这不是他想要的答案 太子就说 太父之际 旷日米酒 令人心泯然 孔不能虚言 那泯然就是不痛快 我要的是快速报仇 你这洛里挖缩的 要到什么猴年马月才能让银正吃到苦头 于是两人之间的谈话 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请知将军樊乌鸡得罪 王之焉 太子 受而舍之 将军樊乌鸡是秦国的将领 因罪逃亡燕国 太子丹 收纳了此人 樊将军颇有一种四九年入国军的感觉 有关于此人的事迹 其实还是比较神秘的 正史上对于他在秦国的事迹 都语音不详 或者索性就没有记载 有推测说所谓樊乌鸡就是环蚁 因为读音相似 环蚁在肥夏之战中败给了李墨后 就从史书上面消失了 接着樊乌鸡就登场了 所以说有作案时间也有作案动机 那又一说樊乌鸡来营正之地 长安军陈角的心腹 陈角在屯流叛乱失败后 樊乌鸡逃脱追博 辗转来到了燕国 营正恨无极无 悬赏重金要拿他的脑袋 以上都是推测和野史 拿来做一个背景的补充 不管怎么样 总之营正深恨樊乌鸡 而樊将军现在跑到了燕国 被鸡丹给收留了 是没有问题的 那这个时候 太傅举武又跳出来 劝说鸡丹 说哎呀 这本来秦王就已经很不爽我们燕国了 早就盯上我们了 现在太子宁 怎么又把樊将军这个丧门心 给我请过来 哎呀 这日子还过不过了呀 是为为肉当恶虎之戏 你这就好比啊 把肉扔在明知会有老虎经过的小路上啊 你这是嫌命太长吗 愿太子急前 樊将军入匈奴 快把他送到匈奴那里去 让他去霍霍匈奴人 岂不美哉 鸡丹就说了 樊将军穷困于天下 归身于丹 人家倒戈卸甲 以礼来降 这正是我应该 豁出性命去保护他的时候 怎么能赶人家走呢 请您老人家通融一下吧 那菊武就说 福行为以求安 造祸以为福 寄浅而怨声 连结一人之后交 不顾国家之大害 所谓资愿而助祸以 大致呢 就是说 就你这样的天天作死啊 还想求个平安 这不是痴人说梦吗 为了结交这么一个身份不明的家伙 把祖宗基业 国家百姓全打进去 这真的值得吗 你这不就是在拱火玩火吗 太子 那菊武老爷子啊 应该是气得不轻 可太子丹终究是听不进去 听不进去就对了 我觉得呢 鸡丹这个时候啊 其实已经无所谓什么平安 什么国家设计了 这哥们儿一脑门的心思啊 全都是复仇 所以啊 菊武的劝谏啊 有点鸡同鸭讲了 好了 本期的自知通鉴就读到这里了 距离我们读完第六卷啊 只剩最后一段的内容啊 想也知道该谁登场了 没错啊 就是秦武阳 没错啊 就是荆轲 下一期预告 荆轲刺秦 好了 我是波西米奥的华兰斯坦 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